美國國會參議院在星期三否決了限制美國接收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的立法案 之前進行了有關美國國家安全需要以及美國是受壓迫者目的地的長久歷史辯論 參議院民主黨議員團結一致阻止了這項議案 各議案要求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總監 確認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不構成安全風險之後才能夠獲准庇護 民主黨議員杜斌說這是實際操作中是不可能的 他說這是為了阻止任何一名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的努力 不管是一個母親還是一個小孩 這項法案的支持者差五票 未能夠達到進一步推動該法案所需60票 他們不同意民主黨人的說法 共和黨參議員科寧說 這不是一個反難民議案 他們所要求的亦完全是這個法案所提供的 就是加強對難民的審查使用來系統 不致被恐怖分子利用 美國國會眾議院去年在跨黨派支持下通過這項議案 當時全世界因巴黎發生的受伊斯蘭國組織鼓舞的襲擊而震驚 共眾擔心恐怖分子可能會深入 在那些逃離恐怖暴力和暴行的難民當中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參議員密康內爾說 這場關於如何安全地接收來自 和伊克格蘭民的辯論是一次重要辯論 應該得到華盛頓的認真對待 他說從一個飽受戰爭郵輪有關記錄 有時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國家有效地篩選移民是困難的 白宮說這項法案是沒有必要 因為難民已經經過了可能長達兩年的審批程序 白宮還說這個法案將會為美國在海外的形象蒙上陰影 並且給予伊斯蘭國組織帶來宣傳的材料